夜深了 驴来了 带着驴宝们爱看的变态来了 试想一下 在农村 你辛辛苦苦一辈子 终于盖了一间新房 就在你要入住的前夕 新房里发生了一起凶杀案 还是兴致极其恶劣的奸杀案 现场惨不忍睹 鲜血喷洒到了房间里的各个角落 这个新房 你是住还是不住 时间 2010年1月13日 地点山东省宾州市 会民县白家村 早上八点 村民白店全怀着激动的心情 走到自己的新房外 他喃喃自语道 新房盖起来了 儿子就能结婚了 我也可以享福了 突然 他意识到了不对劲 他清楚地记得 昨晚回家之前 为了防止小动物进入新房 他特意将一个木板挡在了门口 现在木板不见了 他走入屋内 开始私下打量 隐约间 他看见东边卧室的地上 好像躺着一个人 他以为是自己看错了 他走近一看 还不如不看 地上的确躺着一个人 不过是死人 一个头被砸扁 下身赤裸的女人 白店全被吓得够降 在回家换了一条裤子后 赶忙跑到了警局报案 不多时 会民县公安局刑警大队赶到案发现场 通过初步尸检和现场勘察 警方得出以下结论 第一 死者是一名年轻女性 年龄应该在20岁到25岁之间 第二 其实死于颅骨被外力击打致死 从现场找到的一块血砖头来看 这一点得到了肯定 第三 被害人死前有被人侵犯 随后 警方试图先确认死者的身份 再展开侦查工作 但 由于死者的面部几乎塌陷 模样已无法分辨 外加其随身 没有物证能够证明他的身份 不得已警方只好对周围村庄 近期无故失踪或走失人员进行排查 与此同时 对案发现场 他们展开了第二轮 更加仔细的勘察 很快 在大门外 在房间内 警方发现了两串足迹 经过比对 其中一串足迹 正是被害人的 当下 可以率先肯定的是 另外一串足迹 就是凶手 他是独自犯案 但 从运动轨迹来看 警方发现了一个疑点 被害人和凶手 是平行进入案发现场的 没有拖拽的痕迹 这表明 被害人认识凶手 是熟人犯案 之后 警方试图通过凶手足迹的鞋底花纹 来展开工作 但是吴国 正在此时 外卫调查失踪人员的民警 获悉了一条重要情报 在案发现场附近的 十庙村村民邵春和夫妇 曾经到十庙派出所报馆 夫妇俩声称 他们的女儿 邵光侠 已经失踪三天了 警方立刻将夫妇俩 接到警局辨认尸体 只是一眼 他们便确定 死者 正是他们的女儿 邵光侠 夫妇俩痛不一声 嚎啕大哭 围绕邵光侠 警方立刻展开调查工作 调查得知 邵光侠 今年二十一岁 是一个大学生 案发前后 他正在休假 他的父母 是地地道道的庄家人 平时待人和善 他们的家庭并不富裕 以上述为依据 警方排除了 仇杀以及前杀的可能 从其覆口中 警方获悉了 案发当天的经过 一月十号 夫妇俩照旧去赶集卖菜 因为起得很早 邵光侠那回还在睡觉 夫妇俩就没有叫醒他 上午十点 邵春和给他打电话 邵光侠自称在吃饭 那回他还没事 中午十二点多 酱菜卖完后 夫妇俩回到家 这一回邵光侠虽然不接了 但好在电话能联系上 他说在外面玩 等会就回来 这一等就等到凌晨两点钟 再给他打电话 电话不接了 只回了一条短信 说马上就回来 两个小时后 凌晨四点 他的电话直接关机了 彻底找不到人们 这就是案发当天的经过 那位调查无果后 警方向外 开始调查邵光侠的社会关系 从其同学口中 警方获悉 邵光侠很喜欢上网 已经到了走火入魔的地步了 他此番休学在家 就是因为上网 被学校强制休学了 这一点从其父口中得到了证实 邵光侠的确爱上网 就算他们明令禁止 邵光侠还是会偷偷的去上网 此时警方的脑中已经联想到一种可能了 邵光侠所在的石庙镇没有网吧 他很有可能是跑到惠明县城的网吧去上网了 随后警方立刻赶赴惠明县 在邵光侠最常去的网吧 果真发现了他的身影 当天上午11点多 他来上网 到深夜11点多 他才离开网吧 案情至此算是走上快车道了 以网吧为起点 邵光侠石庙镇的家位终点 案发现场是他回家的必经之路 也就是说 他是在回家的过程中遇害的 对该路段所有村庄 有过前科 独居的男子 警方立刻展开调查 经过层层梳理 终于在距离案发现场不远的梁家村 一个名叫梁全新的中年男人 引起了警方的主意 警局内面对警方的审讯 梁全新一再声称案发当晚 他并没有出门 但从他吞吞又吐吐 寒寒又糊糊的神色中 警方断定 他在撒谎 对其住所 警方立刻展开搜查 不多时 一双和案发现场足迹一样的球鞋 以及一件袖口带血的棉服 被搜出来了 经过化验 确定了 袖口上的血迹正是来自邵光侠 最后 为了确保万物一失 警方又提取了梁全新的DNA 通过和邵光侠体内的DNA 又做了一次比较 结果是再一次匹配上了 你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吗 意味着警方可以动用大记忆恢复术了 审讯室内 在铁证和大记忆恢复术面前 最终 梁全新承认了是自己 奸杀邵光侠一事 梁全新今年40岁 其妻子常年在外打工 儿子高中住校 平时家中只有他一个人 他没啥本事 除了好吃懒做以外 就是酷爱喝酒 每次喝完酒后 他就在村中溜达 这里看看 那里听听 案发当晚 他再一次喝多了 这个梁无喝酒一喝 他存起来在门边 玩的时候 发现这个小女孩自己走 他就上去和这个小女孩说 你怎么这么慢走 你家人不放心 你这么慢走 我送你 这个时候已经是夜里12点多了 路上很黑 也没有行人 就这样 梁全新一边和邵光侠说话 放松他的警惕 一边选择犯罪场地 在这过程中 他还一再强调 让邵光侠好好学习 不要上网 涉事尾身的邵光侠被蒙蔽了 他天真的以为 这个和自己父亲 差不多年纪的中年男人 是个好人 很快 两人走到了案发现场外 梁全新知道机会来了 他谎称走累了 想进屋休息一下 邵光侠有点犹豫 但也只是有点 梁全新的三言两语 便打消了他的顾虑 进入案发现场后 梁全新原形毕露 他将邵光侠扑倒在地 准备遇行不轨 到这时邵光侠才反应过来 遇到歹人了 他开始反抗 但是为时已晚 梁全新的双手 已经死死地掐住了他的脖子 几分钟后 他陷入了昏迷 几分钟后 梁全新心满意足 强调完了以后 坐着我兄弟和你腿伸 想出演 结果妈出演了以后 要眉眉照着画 这是我这个兄弟和你行 梁全新的 梁全新的害怕 害怕就拿去拽 又拍到这头 他狠 他狂 他丧心病狂 这就是全部的案发经过 看到最后 其实你不难发现 这本是一件可以避免的惨案 大学生的经历 绝大部分都是学校到学校 社会经验不足 思想太过单纯 希望我还在上学的吕宝们 在好好学习的同时 一定要记住 提高自我保护意识 凡事多留个心眼 安全第一 我都帮助你的 帮助你 我都帮助你